每年投入上千亿的资金 印度这边为什么制造不出子弹和化肥 一直在国际上扬言 自己比我国要厉害的印度 竟然连化肥和子弹都制造不出来 每一年 它在这个方面投入的资金高达上亿 但每一次投入的资金全都打了水漂 这也是印度百思不得其解的 其他国家同样也不理解 虽说印度这些年做了不少的奇葩事 但它的综合国力其实真的不差 放眼全世界来看 那也是放在世界领先地位的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印度这边竟然连最基本的化肥都制造不出来 在2020年的时候 它甚至还向全世界招标 想要投资建设一个化肥制造厂 想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改善国内化肥 没办法自己自足的困境 当时我国成功把其他国家给比了下去 拿下了印度化肥厂建设的这一个项目 这也让许多中国网友格外的开心 但印度网友这边就笑不出来了 这不明摆着印度在这方面比不过我们吗 自称南亚小霸王的印度 为什么连最基本的化肥和子弹都制造不出来 我们先从化肥的历史开始说起 在刚开始的时候 人们为了能够让农作物的生长速度变得更快 于是就把草木灰和人类排泄的东西全都收集起来 然后把它们灌溉在农作物的上面 这样农作物的质量能够变得更好 这时候的化肥还只是一些天然的人工化肥 一直到18世纪当时爆发了工业革命 于是人们开始把目标放在了工业化肥领域 使用各种的技术制造出来的化肥 成功地把传统的天然化肥给替代了下去 这也让它们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需品 现在来看的话 农业的发展已经是离不开化肥的使用 化肥能够让农作物的生长速度和质量变得更加的优秀 我国这边在制造化肥的时候 也有着自己的一套办法 就算是初中生在老师的带领之下 也能够把化肥给制造出来 这也是印度最羡慕的一点 因为它们国内哪怕是现在都不能够实现化肥自由 虽然化肥的制造过程比较的简单 但是想要把便宜的化肥制造出来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许多的化肥在制造过程中 涉及到的领域非常的广泛 在制造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成本 还需要注意化肥的质量 如果说化肥的质量不能提高的话 还不如直接使用人工化肥 并且在制造化肥的时候 也会遇到许多的危险 因为制造化肥的过程中 有一个步骤需要压缩气体 在压缩气体的时候 这边需要格外的注意 防止气体的气压出现问题 如果出现过大的波动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导致爆炸事件的发生 如果事情比较严重的话 工厂这边都会被毁于一旦 一旦工厂被摧毁 成千上万的资金就全都打了水漂 想要让这个工厂不受到任何影响 那就得投入更多的资金 让它的安全性能变得绝佳 所以从这也可以看出 制造化肥其实并不简单 想要掌握这么多的技术 恐怕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做到 印度现在的技术也没有那么发达 他们国内每一年都需要 像其他国家进口三千多万吨的化肥 由于是进口回来的化肥 所以他们的价格是比较昂贵的 印度现在想要实现化肥自由 恐怕还要努力几年时间 得把自己的科技水平提高后 才能把化肥制造出来 其实化肥问题还不是印度最头疼的 因为最起码它可以朝其他国家进口 最头疼的还是子弹方面的问题 印度这边的子弹每一年 基本上都是进口其他国家的子弹 作为一种军事武器 如果一直被其他国家卡脖子的话 这对印度的军事发展来说 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印度也十分清楚这一点 所以最近这些年 它一直想方设法的 在子弹方面做研究 但是想要把子弹给制造出来 它需要一定的工业基础 另外还需要手里边有着技术含量 只有自己手里边掌握了技术 才能够实现最基本的自己自足 这也是印度最担心的一个点 因为现在在这方面 印度这边的话语权还不是很高 因为印度制造出来的这些子弹 它的良品率是非常低的 许多的子弹压根就没有办法使用 这就导致印度出现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那就是他们的这些子弹 很多在发射出去的时候 精准度完全就不够 这也是因为质量出现了问题 并且印度这边投入的资金 其实也极其的有限 印度这边现在出现了一个不太好的现象 那就是他们格外的依赖进口 这就导致印度现在国内的人 都不愿意努力了 但如果子弹都依赖进口的话 未来真的爆发战争 印度想要占据优势是很困难的事情 你觉得印度应该怎么做 才能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